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暗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南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 是生气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有乐伴一起跳 才能发挥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两方的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来做供养好不好 不是为自己 为所有祖先 所有老人 所有精神病患 所有临终者 所有六道众生 求佛加持 我们供养佛加持 我们供养佛得到佛加持 所以各位今天殊胜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 为六道众生 也为自己断烦恼 所以我们供养的时候 你代表佛一样 供养所有的佛 随起所有的佛 专心 不要有一个我在供养 当你拿着花 你要完全变成花 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我们念供香 我们每个人都变最好的香 哪里供佛 没有我了 而且带着 我们把自己全然变成最好的香 替祖先替六道众生 再供养所有的佛 然后功德又回向给众生 当愿众生 所以把自己香代表持戒 花代表忍辱 灯代表智慧 涂油 代表一种柔软善巧方便波罗蜜 水果代表怨波罗蜜 那无论如何 这十种供养 我们把自己跟供养物和为一体 我变成花 用花融入于诸佛菩萨的心 用慈悲融入于心 用慈戒融入于佛的心 让自己超越超越一切 所以有三种的观想 念一下 成佛的菩提心 不间断 利益众生的大悲心 不间断 断除烦恼的空性智慧 不间断 所以学习这个 没有我 只有佛 众生就每天这样 为了让所有轮回的众生成佛 所以安住在空性 专心的帮助众生 专心的相信阿弥陀佛 为了成佛 相信阿弥陀佛 让自己保持在这样子的圆满的 念佛的菩提心 念法的空性 念身的大悲心 这样来做供养 那这样功德很大 所以各位以后天天在家里 这样供养 专心的念 要这样思维 我们会敲法器 法器代表帮助六道 敲沐鱼呢 敲沐鱼 所有各位吃过的鱼虾 螃蟹海鲜通通超度 敲沐鱼 沐鱼很重要 敲 敲钟 外面有大钟 敲钟 敲钟 地域打开 通通超度 敲骨 敲骨 牛羊猪狗猫 四四角的动物 通通超度 敲骨多么重要 你老公很喜欢吃猪肉 你没事就要敲骨 帮他超度超度 敲云水板 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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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群升天 饿鬼离饥渴 所以我们出家人要吃饭 一定会敲敲鱼水板 敲敲敲敲敲敲 通知那些孤魂野鬼 我们要食食给你了 被人类吃掉了 羁押得到超度 敲法器功德大不大 敲鱼 敲鱼 断烦恼 发菩提 让所有人类 所有众生 断烦恼 发菩提心 保持正念 所以这个法器功德大不大 所以各位以后要学 法器不是出家人的专利 只要每个人愿意学 你守五戒了 最好吃素 就可以敲法器了 大家来利益六道众生 边敲法器边念佛 所以我们用法器供养佛 用法器超度六道众生 也用真实的供品供养众生 各位如果你长得不好看 要好好忏悔 代表你这个人爱生气 又不喜欢拜花 你要经常供养花 不生气 这是修菩萨道的基本 菩萨道就是不能生气 让别人看到你 有人缘 有法缘 不会讨厌你 好不好 我生日要买鸡鸡 你管我 你太自私了 拜地藏王菩萨的以后最庄严 对不对 地藏菩萨是庄严第一 多供花 不要生气 让老人欢喜 你的脸庄严好看 佛经说供灯的时候 你多布施油 你的眼珠子就很黑很大 人家供油的时候 你又加灯芯可以点燃 你就会双眼皮 然后你供的灯座很大 你的眼睛比印度人还大 所以供香的人鼻子漂亮 供灯的人眼睛好看 供水果的人嘴巴香 喜欢吃素 供音乐的人身体好听 所以每一种供养都有这个福报 这个福报 念一下回向众生 希望众生得到这个大福报 各位最好都买一些很香的 橙香油 痰山油 你去拜佛的时候 可以插在这边 然后日本人他是插在手上 一盒掌 好香 用这个味道去供养诸佛佛造 然后用这个味道去供养众生 所以各位现在流行猪瘟 牛的口蹄液 水果的味道是最殊胜的 你用新鲜的水果供佛 这种香味就可以把传染病瘟疫消除掉 还有一个就是说 假设你的老公很喜欢吃肉 很喜欢吃肉 然后各位 多在佛前供最香的水果 以这个味道供佛 以后你老公闻到肉就 嗯 我会吃 他就不会吃肉 水果 那不一样的水果有不一样的功德 像这个苹果代表人缘好 如果供养香蕉突破烦恼 会赚钱 如果供养葡萄多脂多酸 如果供养甘蔗 口才好 发财 如果怕老公有外遇 供养什么 榴莲 还有副梨 煎很刺的 所以每一种水果都有功德的 各位多用食物供佛 拜神 不时给六道 给鸟 给鱼吃 给流浪狗吃 这边有灾堂 各位多来打灾 大家吃树 食物可以上供下施 各位要观想 所有的物品都变成黄金珠宝 就像极乐世界是用宝物所做成的 七宝流离 要这样供养所有的宝物 为什么 各位要学会观想 都变黄金珠宝 供养诸佛 所有佛的净土都变黄金珠宝 所有众生都脱离贫穷 各位在家里 把一个空间 把大藏经 或是华盐经 很多经典供在家里 这样摆 供得无量 下辈子你就可以深入境障 我发觉现在佛教徒很多 但是能够看得懂经典的人太少 所以你要多供养 自己多供养 就算看不懂也供在家里 将来你就会种下深入境障的因 而且这个法宝 你只要一拜它就发光 拜经典的功德不可思议 再来供宝珠 各位有炼珠的拿出来 戴在手上 你要把你最好的炼珠 供养诸佛菩萨 那当愿大家念佛正空性 念佛生净土 共宝珠 因为经典说 拿着炼珠等于不离开三宝 拿着炼珠等于不离开阿弥陀佛 你拿着炼珠不管念什么 多念一次就消一次业障 所以过去你杀了多少人呢 杀了多少动物 你每天只要念一百零八遍 这些杀的罪障业障 就会不断的断除掉 念诸不可思议 再来供袈裟 你希望不要有车祸 希望小孩子不要跌倒 希望老人不要跌倒 各位要多供养袈裟 买一个新房子 买一部新车子 最好跟出家人要一块他的袈裟布 就绑在上面 所以他们叫绑红布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他就会所有安全不遭破坏 因为出家人的袈裟 它代表一种降魔断烦恼安全的意思 穿了这个袈裟生命就安全了 而且爱生气的人特别要供养袈裟 因为你供养袈裟 因为出家人穿上袈裟就没资格生气 对不对 没资格有欲望 柔和忍辱最后出离生死 所以供养袈裟有这个功德 现在最需要的地方是缅甸 缅甸有65万个出家人 有一半是女孩子比丘尼 他们叫巴尖 他们一套袈裟很漂亮 粉红色的三块布 七块美金而已 七块 各位下回你可以多去供养 所以我们每次一去供养就六千套一万套 还是不够啊 但是至少至少他们一年换一次吧 男生的比丘的十块到十五块美金 那我们这个就贵了 我们汉人就贵了 你还不能供 你只能供红包 因为每个人按照身材做的不一样 那藏人的就 藏人的一套 一套大概三十块美金 他们一整套 一整套 冬天的就比较贵 那汉人的没办法 汉人这个越来越贵 你稍微做的好看 这一件不错 多少钱 三百美金 心脏痛 哇 这么贵 那是因为 因为没办法 为了庄严 那最贵的在哪里 日本你去做做看 比和服还贵 日本的和尚一出来 各个像皇帝 哇 穿得很庄严 贵是有道理的 因为庄严嘛 这日本的法师 还要请长 掂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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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掂对不对 然后穿个袈裟 还要垫肩 垫肩 各个像皇帝 这个也是个方法 因为这样人家才会尊敬 来尊敬他的外表 法师超的很高兴 叽叽叽叽叽叽 他们都十几岁就出家了 所以都是素氏的福报 这么年轻不交女朋友就来出家了 还不会还俗更厉害 所以我每次都问他 有没有女朋友 没有 一年一年过就OK了 但是因为这个社会污染 但是他们年轻 所以敲发器念诵都很有体力 很快乐 看经典倒背如流 记忆力好 所以各位下辈子换你12岁出家吧 我已经说7岁就可以 像我们瑟拉切中小学那边 现在蒙古送来的 两岁三岁就出家了 他们从小我们就抱他到大了 他们读中小学要读10年 然后再进入大学再读21年 合起来31年 今天才会坐在那边 31年在研究佛法 然后如果再去研究两年的秘法 33年 然后再闭关三年 35年出来了 阿尼桑 不会还俗 出来就老了 但是很稳定 这一辈子 睡觉也都在讲佛法 因为他们脑筋里面只有佛法 这也是藏传佛教的特殊 好在他们不会讲中文 不然我们这些都失业 他们讲佛法 因为他们每天要变经六个钟头 变经 就是说每天读了很多佛经 听讲课 六个钟头就要一直辩论 一直辩论 辩论不是聊天 不离开刚刚经典所说的内容 去辩论 这样子训练三十几年 各个都背在这里面 背在这里面 背在这里面 然后就天天在讲佛法 这样就训练一个佛法的老师 那这个老师慢慢就培养 他们讲英文 从小中文 就分配到世界各地去弘扬佛法 羡慕羡慕啊 羡慕啊 那这样一辈子 像我们华人是一辈子在忙 赚钱赚钱赚钱 结婚 最后再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好 不要看太多经典 看不懂 那他们藏人不一样 背经典背经典背经典 然后修仪轨 这样 所以 因为藏传佛教要求是 做什么事情 不能够离开菩提心 念一下 空性正见 菩提心 要求最高的 最高的 佛的果 用佛的心 跟佛的行为 来修行 那我们汉人呢 汉人是讲慈悲 虽然我很惭愧啦 修不好啦 我就多做善事啦 将来往生净土啦 这样 修行方法不一样 但是目的 都是为了成佛 只是说 藏传佛教他比较要求 念一下来 一生成佛 就是既然你从小出家 那你就要求自己的最高阶段 所以他们修行就比较累 像比赛一样 比赛 每天都要比赛 所以在舍拉前里面有3700位出家人 一个学员就3700 然后在那边静静 从早上5点到晚上11点 每天就在那边变啊 背啊 然后我们现在在护持他们 为什么 他们忙着修行啊 没钱啊 因为一餐 每天吃三餐 两块马币吃三餐 因为人太多啊 吃三餐 然后呢 但是他们就习惯了 因为在南印度的乡下 那所以这一次他们也为了化缘 希望能够让他们的学院安心的休学了 所以我们帮他们盖了医院 小小的医院 然后呢 帮他们做 现在还在教他们做豆浆 因为他们没有豆浆 不懂的豆浆 小孩子营养不够 牛奶又贵 教他们做豆干 各位要不要报名呢 六月份就拜叫他们 做豆瓜 豆培 豆乎 所以新加坡也有一团要去 台湾也有一团要去 或可能十二月份也要去 但是去那边就会觉得 自己很有福报 因为他们修行很艰苦 也因为艰苦 所以就不容易还俗 因为那个环境呢 你要还俗还到哪里去呢 就是这样 也没有手机可以看 对不对 乡下鸟不生蛋的地方 在那边只能用佛法来过生活 就像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世间的快乐 极乐世界就每天拜佛 听佛法 对不对 不退菩萨为伴侣 就每天这样而已 所以这样就比较容易 正的空性跟无上菩提心 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各位来 把你的儿子孙子送过来 这下你就坐在家里 准备往生净土吧 他帮你修 那我们汉人现在比较麻烦 钱太多 信徒很会供养 一下就忘了我是谁 因为汉人出家人少 特别马来西亚又更少 那是庙多 信徒多 钱多 所以就忙得盖庙了 这样 忙得用钱 那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是忙着修行 忙着背经典 修仪轨 所以个个都倒背如流 所以我每次超度的 要请我们隔西 我们超度有限 他们超度 一直念 他们不一样 他们不能不念 像各位我带各位念 我有些念有些不念 他们不念就照去罚跪 每个人都要念 一直念 念三个钟头四个钟头 都不能停 而且他们变经了 六个钟头不能喝水 不能喝水 只要训练 训练他们 很认真 很专心 这个也是个好方法 所以你儿子不乖 送过来就乖了 丢到那边就乖了 因为那个环境 大家都是如此 大家都在认真 你不认真 又没饭吃 对不对 你不背经 又被罚跪 你要跑 你跑去哪里 因为身上都没钱 他们的生活是 收了红包 全部要交给老师 身上都不能放钱 那这样有好处 这样可以苦苦的 认真的修行 所以我们为他们 水洗鼓掌 鼓掌还不够 等一下红包拿出来 因为他们不是个人 他们是代表 他们三千多位 所以我们很尊敬他们 而且他们全校都吃素 吃素的 不吃葱蒜的 不吃蛋的 因为我们华人 竟然要供养 佛经有说 供养他吃肉 我们有因果 他们能够觉得 这个很有道理 所以我们也有福报 我为什么这样讲 像我们前面有 念一下 一千六百多万 堕胎胎儿 我们所有的牌位 都放在他们那边 他们一直帮我们修 所有的信徒的祖先 那什么名字 我们都收集在他们那边 他们一个月两次 大超赌 大火供 这样 那我们就轻松一点 我是业务员 拉生意 他们超赌 因为他们认真 认真 所以 但是这样 这个很好 因为佛陀说 这两种人得到解脱 住在山上的精进的人 第二个 住在山下的布施的人 对不对 这两个都好 所以他们很精进 那我们呢 虽然没办法这么精进 但是我们只会念念 阿弥陀经 地藏经 其他的不会念 所以 那他们念经 那是他们的功德 义务 修行 所以 因为他们不会为钱念 所以 因为他们是团体生活 不是个人生活 但是这样 他们觉得 很认真 而且 因为我们在供养 他们就很感恩 所以像我妈妈往生 他们念到天亮 比我还孝顺 我天天传相片给我看 又在为我妈念 我拍血 所以 因为这样 互相感恩 而且他们每天吃饭 都要念 施主的名字 他们有黑板 今天 一顿饭 一顿饭 将近四千个人吃 两万块台币 你们马币多少钱 大概不到三千块 两千多块 那就写个 四海韬 母母 功德主 他们会看一下 这样 所以 用这个方法很好 所以有很多信徒 有些供早灾 比较便宜 有些供午灾 有些供晚灾 那有些 大宝会的时候 他们供灾 那我认为 这些信徒们 就很快乐 特别我们这边 老人院 久久要一次 所有老人 就供灾 他们负责念经 他们的修行 从早到晚 然后 他们这么精进 所以我们都去过了 他们因为 格鲁派比较重戒律 比较严 不能随便 然后呢 就是大家讲戒律 比较严谨 所以我都很赞叹 他们把自己的生命 奉献这么严谨的生活里面 这是我们人类的功德 对不对啊 让我们觉得 内心里面 水洗 好 那我们现在 做一下下师 每次上供完 各位一定要下师 你上供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以下师的慈悲 供养诸佛 所以念一下 慈悲才是供养佛 对 所以各位呢 经常要去给鸟米吃啊 给鱼 给它食物吃啊 做做烟供啊 在外面撒米啊 撒水啊 特别 我觉得马来西亚 应该鬼蛮多的 因为都是树林啊 然后呢 各种宗教都有啊 而且人死了 一般大部分都做鬼 他一定要吃东西 我们华人的祖先 还有人拜拜拜拜拜拜 其他的没人拜啊 没人拜呢 那就靠我们华人 死死吧 像这个是最标准的 有面 饭 粥 这三种是最基本的 面 饭 粥 加个白水 我们又加个牛奶 因为我们在肚 肚胎胎儿啊 像牛奶 然后呢 如果晚上多点个灯 让他看到极乐世界 念一念以后 拿去荒郊野外 各位养成习惯 布施食物的功德很大 因为你供养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你用七颗饭 布施给恶鬼道 等于超过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为什么 供养佛是我们想要得到功德 佛已经成佛 但是你直接去帮助可怜的众生 等于供养所有佛的功德 所以汉传佛教很重这个 汉传佛教的法师 每天都要做甘露失实 至少要做三遍 早中晚 所以汉传佛教的法师 有钱 我也在跟他们沟通 我们现在就买很多食物 请他们天天帮我们供养供养 他们才有福报 虽然他们这么精进 但是因为汉传佛教 重视的是本尊火供 如何成佛 汉传佛教重视的是超度祖先 孤魂野鬼的慈悲 但是这两个要结合起来 两个结合起来 两个都好 我们这旁边有万幸祖先 你这样比 就是你的念头慈悲心 这些隐伍王菩萨 就会请他们来 来了 能够来了 保证超度你不要怕 来 来他不走怎么办 干脆我不要请他 那你就 这样就违背因果 违背慈悲了 来就解脱 所以各位要招请 特别我刚刚听院长讲 我们老人院过去洗身也好 老掉了 至少四五百位 都希望他们来 来了就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还有你的 来 念一下 累劫累世 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堕胎胎儿 所杀所吃 动物亡灵 当下附着身上 各种业力在主 众生亡灵 接来法会 同乡功德 同生净土 每天都要念 那你就一直超度他 一直慈悲 所以我们现在念普招请 各位尽量观想 哪里有车祸 像刚刚来我们去马来西亚 一个湖墓 就是当初日本人 然后呢 所杀掉的我们华人 那不管哪一个国家 都是这些战争死亡 被杀的 我们都会给他招请 都是你慈悲的对象 跟我念一次辨识咒 这个咒如果你会念 保证你将来成佛 佛陀说你会念这个咒不成佛 佛陀讲的经典都被骗人的 意思是说 希望我们对这个咒有信心 因为你只要念这个咒 就算手上没有食物 所有的恶鬼道 当下离开饥渴 如果有一点点食物 就化为无量无边 让他们吃了就生甜 所以你也得到各种的功德 各位念一次 那么 沙瓦 但他也都 我自己 奥 三不乃 三不乃 呼 好 那这个功德利益 你可以最好看一下 念这个咒可以等于供养所有佛 可以外表漂亮 可以永远不会怕鬼罗叉 可以记忆力很好 可以将来成佛 现在要念甘露水真言 跟我念一次 那么 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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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塔 沙瓦 大支塔 奥 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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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沙瓦 本来沙瓦 三不乃 那念这个时候就要点七滴水 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往下 地狱 鬼道 出生道 往后 父母主线 冤情 在主 所以 我们现在念这个咒 各位先不用念 没关系 下回慢慢背 现在你负责点水 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地狱 鬼道 出生道 充满甘露 父母主线 冤情 在主 同享甘露 如果你相信又有悲心 哎呀 这个人生太快了 对不对 这个比布施 一千亿美金都快了 因为所有众生都得到利益 那你越修福报 你才有更大的福报 来帮助这个世界 人会生病 狗也会生病 众生都会生病 什么叫鬼道 它就是永远在生病的状态 鬼道没有医院的 永远在饥饿的状态 永远在流血的状态 所以各位念药师座 不是光念给自己 六道众生 特别这些被杀的动物 孤魂野鬼都念给他 贫穷的众生 我们都加了黄金要给他 那各位等一下 我们法会即将圆满的时候 再拿三包去布施 好不好 这个代表药 这个代表药 投在你在家里最好买一些药草 药粉 一点点小小的烟灰 然后再给他放下去 这样 布施众生 每天布施众生 老实说 以我们的经验 一个病人进来 他有十分的病 你先带他拜佛 消业障 剩下五分 再给他做个烟供 药供又剩下两分 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 已经剩下两分 业障消除 鬼神超度 医生只是调整一下他的 身体 吃一些药 所以 但是如果不懂这个 你就要浪费很多医疗资源 他就因为业障没消除 鬼神没超度 怎么开刀会不会好 活法很好 学了很多这种方法 来帮助众生 只是我在这边交代 学佛法不能拿来买卖 记住 因为 如果你拿来买卖 说我帮你念念给我多少钱 这个会下地狱 那个佛法就不值钱了 就不是佛法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我们去帮人家祝念 还要谢谢对方让我祝念 这样 那如果你找来说要钱了 你说 我自己赚 为什么要钱了没用 你还不如自己念 因为你的孝顺心 就可以帮对方超度 对不对 你的虔诚心 慈悲心 就可以帮对方超度 佛陀没有说 出家人念才会超度 往在家人念不会超度 佛陀没有这样说 佛陀只有说 有信心的人来念 都可以帮助对方 但是如果一个人不信因果 他不信因果 他在跟你收钱 他跟你念 那你不要跟他谈了 因为这个连信心都没有 所以在这一点 我认为 学佛 没有分钱不钱 有钱没钱 只要有一个信心 有一个悲心 各位你就可以帮助对方 所以你在家里撒一点饼干 几千只蚂蚁都来了 你可以办法会 为他们念 归一大杯 这些蚂蚁 在吃你的饼干 准备以后 去极乐世界了 快不快乐 做乞丐也快乐 所以念一下 来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要这个心态 当然各位 现在是拿都拿丁 那不一样 那功德更大了 如果你有福报有钱 你又可以接触很多众生 买很多食物 可以救一头牛 对不对 昨天我们救了十九头 一头三千块马币 不便宜 三千块 对 三千块马币 我们在斯里兰卡救 就便宜一点点 在泰国也救 我们已经救了几头了 念一下 两万七千头 等我们院长或是盖好 我就送一万头来 现在最痛苦的是 没地方去 所以你家有棕榈员 借用一下 借用一下 微微放几头好了 你不用撒肥料 那些牛在那边大小便 你长出来的棕榈不得了 有加持的 真的最近有好几个 就借我们战日法师 他还不相信 因为我们这边养牛 不撒 不撒农药了 就长出来的棕榈 还是更多 他们就慢慢相信 就借我们带牛去吃草 帮你吃草 你付我钱好了 不用再撒农药 因为这个撒农药 是破坏土质的 撒农药就是撒神 不能撒干嘛 这个是个恶业 不太好 以后皮肤不好 身体慢性病多 淋巴性会出问题 所以各位就最好 要花多一点钱 找那个有机的 想办法 但是不能为了赚太多钱 而损失自己吧 现在念虚空葬咒 代表整个虚空 你想什么就变什么 他要衣服 他要黄金 他要房子 他要车子 什么都满他们的语言 叫虚空葬咒 你不会念没关系 用想的你心里就很快乐 因为你这个想 对方就得到了 佛的力量加上你的悲心 对方就得到了 所以各位 你没有看到阿弥陀佛 但是你念阿弥陀佛 为众生念阿弥陀佛 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来 有 只要你相信 而且你对众生有悲心 那个众生就看到阿弥陀佛 因为他吃饱了 你又为他念佛 阿弥陀佛就带他去极乐世界 没有生病了 然后一切都满足了 再来超度了 超度我们先帮他念 玄奘法师所翻译的 不动佛心咒 那有些人问我说 师父你为什么不直接念往生咒 这个有个道理 因为佛陀说 现在这个时代 末法时代 众生贪嗔吃强 造的杀业恶业太多 往往直接会堕落伤恶道 所以如果先为他念 不动佛心咒 他们就可以 这个业障消除 贪嗔吃不起 这个叫净除一切业障 圣福往生净土脱落 你就先帮他们消业障 所以特别那些自杀死掉了 堕胎胎了 这些意外死的 被枪杀死亡的 这些凶死的 特别要念不动佛心咒 所以佛经说 这个不动佛心咒 你去帮人家助念 我们都请人家贴在手机上面 你贴在手机上 或是不动佛心咒 帮对方看到了 对方叫见即解脱 只要他看到这个咒语 或听到这个咒语 他当下脱离地狱道 鬼道出神道 特别是堕胎胎胎儿 因为不动佛 他是特别照顾堕胎胎儿的 所以堕胎胎儿 我们就会加念不动佛心咒 他马上往生 妙息净土 所以来 各位各位念一遍 三十一页 念咒的时候 你要相信 你就代表佛的一百分的力量 你要相信 现在最难就是这个相信 你念往生咒 那阿弥陀佛百分之一百就现前 你百分之一百的力量 在消众生的业障 所以咒叫陀罗尼 所以如果你能够发起 无上菩提心跟这个信心 无我的来念这个咒 那你就百分之一百 阿弥陀佛的力量 百分之一百不动佛的力量 当你念大悲作为 能够升起这么心 你就百分之一百的 观音菩萨的力量 在你身上 不但帮了你自己 因为你已经转成观音菩萨 又帮助对方 所以各位还是 年轻一点学佛 不然背不起来 那经常念经常念就背起来了 翻过来 为他们念七佛如来 念七尊佛 他们一听到也是一样 脱离地狱到鬼到出生到 将来也会成佛 而且得到现在这个佛的加持 比如说念多宝如来会发财 永离贫穷 念宝圣如来会消业障升天 念妙色圣如来 他们会变得很漂亮很漂亮 因为那些鬼都长得很丑 都躲在后面 但是你帮他念妙色圣如来 他长得好美好美 很庄严 将来还可以成佛 念广博圣如来 身材高大 念离部位如来 永远不会怕 念甘露王如来 同享所有甘露 念阿弥陀如来 念一下 业障消除 往生净土 所以这七佛如来 各位不管对人也好 对动物也好 对恶道众生 经常念 我们大家一起见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博圣如来 那么离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宝圣如来 那么妙色圣如来 那么广博圣如来 那么币门如来 那么礼部位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甘露王如来 那么阿弥陀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多宝如来 那么So přánmod Sus 回向祭 希望大家每天都要发愿 发愿 不管做什么善事 都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世间 这是一个暂时的过客 不执着一切 但是我们要利用这个无常的时间 来体悟无常 也来广结善缘 广修功德 但是大乘佛教的最主要的修行 念一下 西发菩提心 同生极乐果 所以我们要劝所有众生 生起愿为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那为了圆满菩提心 最保证的方法 就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你发愿往生极乐世界了以后 你就会证得空性大悲不退转 然后一定成佛 所以只要愿意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 必定成佛 阿弥陀经说的 不退阿尿多罗三秒三不体 并不是这个世间不好 而是这个世间不好修行 很容易起贪嗔痴 很难 虽然我们讲的很简单 空性空性 空只是理论自己空不了 因为这个世间 因为这个世间五着二四 时时刻刻让你起贪嗔痴 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 那边没有男生 没有女人 没有姻缘让你起贪嗔痴 花草树木都在给你说法 阿弥陀佛在给你加持 十方诸佛你要去参访 不退菩萨都在你身边 这样才是快速成佛的方法 所以当然我们这辈子就努力的 学发菩提心 广修功德 除了诸恶末做众善奉行 就广修功德 然后呢 发愿违向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现在来念 各位观想 所有万性祖先 所有往生排位 所有老人院 精神病院 洗肾的中心 所有往生者 包括念一下 印度人 马来人 所有世界 黑人白人 所有人类死亡者 动物死亡者 痛苦有情 随我发愿 当下往生 极乐世界 最后啊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啊 你看 有人办得很好耶 对不对 不见得要出家人 在家人也可以耶 可以办老人院 可以让人家省盛 可以帮助很多人 可以用各种宗教来帮助别人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紧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 生命文化基金会 成心相待 真心交流 纳瓦是动物园里的一名保育员 自从他进入动物园工作 主要就是负责当时的小非洲象 安德鲁 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 纳瓦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哎呀 今天大象安德鲁的食物 可真丰盛啊 怎么给他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呢 今天这些食物 可都是纳瓦自掏腰包 买给安德鲁的 纳瓦自己出钱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怎么你还不知道 今天是纳瓦最后一次 给安德鲁喂食了 他明天就退休了 啊 是哦 纳瓦一定很舍不得安德鲁的 老伙伴 多吃一点吧 以后我就不能天天来陪你了 我老了 要退休了 从明天起 就由凯文自己来照顾你了 好了好了 不要闹了 以后 你可要听凯文的话 你放心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然而 纳瓦退休以后 大象安德鲁变得焦躁巨石 他拒绝任何人靠近 甚至 就连已经和他相处四年的保育员凯文 也无法接近他 怎么回事 大象安德鲁已经好多天没吃饭了 这样下去会出事的 凯文 难道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园长 要知道 大象的记忆力很强 一旦他最信任的人离开他 他就会变得焦躁忧虑 这可怎么办才好 看来只有请纳瓦回来帮忙了 除了纳瓦 谁也没办法接近安德鲁 可是纳瓦已经退休了 他会回来帮忙吗 只要告诉他 安德鲁出现状况了 纳瓦就一定愿意帮忙 因为他在离开的时候 心里一直挂念着安德鲁 现在也只能暂时这样了 可能除了纳瓦 真的没有人能够让安德鲁接纳了吧 迫于无奈 动物园只好又将纳瓦请了回来 继续照顾大象安德鲁 说也奇怪 纳瓦回来之后 安德鲁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真是不可思议 纳瓦在这里 安德鲁就这般温顺地像只小猫 纳瓦离开这里 他就暴躁得如同一头公牛 可不是吗 纳瓦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把安德鲁驯服得如此服服帖帖啊 下班之后 我们请纳瓦吃顿饭 请他把与大象和木相处的经验传授一下 毕竟他年纪越来越大了 总不能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吧 嗯 好 纳瓦 你可真厉害啊 安德鲁一见到你就变得老老实实的 你究竟有什么秘诀可以将他安抚得服服帖帖的呢 是啊 纳瓦 你教教我吧 你都不知道你退休后的那几天 只要我一靠近安德鲁 他就用鼻子卷起粪便朝我丢过来 不但攻击我 还经常用食物丢走近的游客呢 那是安德鲁在想我 但是又见不到我 所以只能用这种偏激的行为来表达他的情绪 你以前经常对我说人和大象应该相互理解和平相处不是吗 我理解安德鲁思念你的心情 也想和他和平相处 但是他却一点都不配合啊 要想和安德鲁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哪有那么容易啊 其实现在的大象对人类都充满了敌意 而人类也很难真正的和大象进行交流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小时候和大象有一段很奇妙的经历 也正因为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理解了大象 我小时候居住的村子就在丛林边缘 在丛林里生活着一些野象 听我爷爷说 他小时候村民和野象是非常和谐的 共用这片丛林的 不过后来随着观光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人去丛林里捕捉野象 并训练他们表演节目 这头大象已经成年了 你是不可能驯服一头成年大象的 是吗 要知道 只要我将他的意志摧毁 那他就会被驯服的 摧毁一头成年大象的意志 这怎么可能啊 这有什么做不到的 你看到这个挤压笼了吗 大象关在里面 只能站立 不能移动 也不能卧倒 哎 他在这儿 远离群体 挨饿 脱水 我还会利用噪音 让他时刻都保持清醒 每天清晨和傍晚 用象钩 使劲地抽打他一个小时 天哪 这也太残忍了吧 哎 这就是迅象之道 大象是记忆力非常强的动物 所以他记得自己遭受的每一次毒打 当他被打怕的时候 嘿嘿 就会乖乖地听从我们人类的命令啊 一头成年大象 最多半年 我就能将它驯服的 由于村子里的人 开始捕捉野象 所以 丛林里的野象也渐渐对人类产生了敌意 人类和野象再难像过去那样和睦相处了 我小时候大人都会告诫我说要远离象群 我想象群里的小象应该也接受过大象的告诫 让他们远离人类 爸 我要去丛林里采野菜了 好啊 不过你可别走太远了 丛林深处的野象可是很危险的 爸 我知道的 哎呀 是谁 谁在那里 不会是什么野兽吧 原来是一头小象啊 村里人都说野象非常危险 可这头小象蛮可爱的 看起来并不危险啊 小象 我这里有香蕉 你要不要吃啊 好了 小象 我要回家了 你也快回去找你妈妈吧 你赶快走啊 要知道村子里有讯象师 你要是被他们抓住 可就惨了 他们会用象弓 每天都打你的 香蕉已经没有了啦 如果你还想吃的话 明天我再拿一些来给你 好不好呢 但你可不能跟着我 好了 你快回去吧 明天你就在这里等我 我还会带着水果来看你的 对了 你就躲在树丛里 除了我 不管谁来 都不能出来 要是被别人发现 就糟糕了 你听明白了吗 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野象 那头小象给我一种朋友般的感觉 我们之间相互信任 因此 我经常会带着水果去丛林里喂给他吃 而那头小象也会让我抚摸他的身体 甚至他的长鼻子 你们听说了没有 林村有一头蕴木材的大象突然发疯了 竟然将他的主人帕泰给踩死了 天哪 真是太可怕了 不过帕泰平时对他的大象也太苛刻了 稍有不如意就将那些大象打得浑身都是伤的 迅象哪有不打的啊 对了 纳瓦 听说最近丛林里又有野象出没 你这些日子就别去采野菜了 要是遇到野象可就麻烦了 是啊 纳瓦 被驯服的大象都那么危险了 更何况是丛林里的野象 你最近还是乖乖待在家吧 嗯 好吧 几天后一场大暴雨 让村子不远处的河水暴涨 许多村民都去河边捕鱼 我也跟着父亲来到了河边 爸 好多鱼 我们也抓点鱼吧 纳瓦 你小心一点 河水那么急 要是掉下去就糟了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哎呀 你们看 是野象 对岸竟然来了一大群野象 自从开始驯象后 我们这里好久没看到这么多野象了 是啊 平日里野象 平日里野象要是看到这么多人 早就钻进丛林里了 今天他们竟然不怕我们 大象很聪明的 他们知道我们根本不可能越过这么暴涨的河水 所以才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哎呀 你们看 象星里还有一头小象呢 咦 这不是我的小象朋友吗 你好啊 我的朋友 他看到我了 他在和我打招呼呢 哎呀 不好 救命啊 救命啊 纳瓦 坚持住 我来救你 这河水太急了 你下去也救不了他 反而连你都会没命的 是啊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救纳瓦吧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纳瓦 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救命啊 爸 快救救我 就在这时 我的小野象朋友 突然不顾危险的冲进了河里 并朝着我所在的位置游去 你们看 那头小象 这是要做什么 纳瓦 纳瓦被困在那里了 我得去救他 水流太急了 你根本游不过去啊 天啊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你们快看 那头小象 竟然在帮着纳瓦 这怎么可能 眼下竟然会主动去拯救纳瓦 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啊 经历了这件事后 我深刻地感受到 大象的情感 远比我们人类想象的还要丰富 所以 我们平时和它们接触的时候 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心来对待 唯有这样 它们才会感受到我们内心的真诚 进而愿意相信我们 与我们和平共处 嗯 应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